來 關羽老師我們就來分析 2018年什麼樣的風水布局 可以幫助我們事業 還有愛情兩得意 所以第一個我們介紹的是 宰屋的臥房擺有什麼 這個龍珠得意 那個成龍塊系的立體雕塑 什麼叫龍珠得意成龍塊系 你看我們看這個土 這個土它是一條龍 龍背上背的珠 所以叫龍珠得意 因為龍搶豬 豬在錢 但他把豬背上去 所以愛情 愛情搶到了 對 愛情搶到了 所以把豬背到他背上來了 所以就是愛情 有了事業又有愛情了 所以你把這個圖騰 那事業成功之後 要愛情先背上來 背了愛情去衝事業了 代表他有很大的一個能量 所以事業已經飛航騰達 那這個要讓他意向 讓這個意向 讓我們能夠飛航騰達在哪裡 一定要擺在臥房裡面 為什麼要擺在臥房 我們在臥房裡面 你每天起床 如果你起床的時候 你眼睛所看到 所瞄掉了 瞄到的那種東西 就是產生的是一種能量 所以這種能量 如果像我們現在看這個圖的 這個龍珠得意 這個圖當中像現在是灰色 如果你把它找一個 是一個金色的時候 那種能量會更亮 所以代表你的事業還更加分 第二個是我們要介紹什麼 宰屋的東方 白有什麼 苦淨甘萊 老師你這很可愛 那頂上甘是苦菊跟杭菊 對 苦菊 所以苦菊在苦淨甘萊的時候 所以這個甘 甘是我們的金粿 藍瓜 藍瓜 藍已經開花了 苦淨甘萊 所以甘菊 用甘菊也可以 用藍瓜也可以 用在東方就是要利用東方的招養之氣 東方招養之氣的時候 你擺那邊 那一邊位置點了之後 它的氣相互費用之後 就會展現出一種 放射的一種能量 這種能量出來 就會讓我們的事業 愛情 多能夠兩得意 但是如果你這不是苦瓜 你沒有辦法苦淨甘萊 你只有坐享其成的時候 那不可能 所以你一定要先苦而獲樂 所以要懂得利用桌企 我們這個流年桌企的 生氣方能量當中 你先讓它所沖煞 讓它有壓力 壓力之後才會緩彈的更好 所以為什麼要擺苦瓜 因為有苦才會有甘 如果你只有甘沒有苦的時候 這種都很短暫 所以我們希望 當我們求得 能夠愛情事業 兩得意的時候 是有長長久久 來帶給我們更好的命運